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来到约翰福音的最后一大段 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 向门徒显现的事迹 约翰福音是一卷很特别的书信 约翰福音是四福音当中最后写作完成的 最后写作是因为 这些都不是那个事后人家写的 是当代在主耶稣离开门徒回到天上去之后 马太就写了马太福音 马可就写了马可福音 路加就写了路加福音 当时还有很多的福音书写下来 为什么这些人写呢 因为他们要记录他们跟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关系 一直到第一世纪末 到了大概八零年代末九零年代 那个时候有一位门徒就是使徒约翰 他就写了约翰福音 使徒约翰他从一开始就被呼召成为门徒 一直到最后耶稣钉十字架 如果你对于圣经稍微了解 就是他就是站在十字架下面 以至于 其他门徒都跑了 以至于耶稣跟他的妈妈说 看你的儿子 又跟约翰说 看你的母亲 以后 约翰就把耶稣的母亲接到他家里去 相传住了十几年 那玛利亚才离开这个世界 那一直到耶稣基督最后上十字架 他都陪在耶稣的身边 就是这位约翰 约翰福音的记载 最近有一幅画很有名对吗 你们没有跟上时代吗 奥运里面出现的一幅画 就是这幅画 不够清楚 不够亮 这个就是在米兰圣玛利亚修道院中的诗壁画 这个是达温西的诗壁画 我请童工帮我选 因为要把这个人放大给你们看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 场景是很大的 它前面还有 就是等于有看得到它的建筑物 它旁边还有建筑物 但是因为我想让你们看人 所以把那个建筑物的部分都删掉了 那这个是一个诗壁画 大概是达温西最有名的其中之一了 这个诗壁画现在还在那里 我曾经去看过 你知道去看的时候 你现在看你觉得很 可是你进去看的时候 那个戏场之大 就是好像才刚刚画上去 其实它有修过 可是你就要屏住呼吸来看这幅画 我让你们看 今天为了看一个人 这就是被奥运恶搞的那一幅 为了这个奥运恶搞这一幅 天主教教廷气的半死 很多基督教会也起来 我是属于那一种 就是你不懂随便你弄没关系 你听得懂吗 所以我没有生气 因为我所理解的跟你所理解的不一样 随便你弄 那我不生气 因为你 你不懂的东西 他不懂 那你为什么因为他不懂而生气呢 但是重点不在这边 我要请你们看这个 这个人 来帮我点这一个 这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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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位就是约翰 这一位 有这么难吗 他是长头发 当然耶稣也长头发 对吗 但是这个像不像女的 这就是约翰 很多人说那个是玛利亚 没有 玛利亚没有 没有画质里面 这是十二门徒 那就是约翰 他曾经靠在耶稣的胸前 耶稣复活 升天以后 约翰继续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 牧养教会 活到九十几岁 后来被放逐到拔摩海岛 他大概是最后一个死的门徒 约翰福音是 他在看过马太 马可 路加 这个是很合理的推测 福音以后 他所做的最后的 补充记录 补充记录 因为他是最后才写的 他看完了之后 他觉得你们这样写 可能有漏网之鱼 所以我就写了一个补充记录 不仅如此 因为那个时候耶稣离开门徒 已经六十几年了 福音已经传得差不多了 当时 所以约翰就提出了 他的神学解释 就是说 他在解释耶稣 他做了补充的记录之后 他就每一段都解释说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约翰福音是很特别的 他有七八个故事 每一个故事后面 就有他的解释 然后每一个故事 都他的解释 所以他是一个神学解释 因此约翰福音是一个 有选择性的记载 他是选择性的 他记载了 他觉得重要的 可以解释的 他的目的是 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 耶稣基督 因为这个缘故 因为这个缘故 耶稣基督在死里复活以后 约翰只选择了 耶稣向三个人的记载 向三个人显现的过程 约翰选择三件事 是要证明 耶稣是何等的爱人 第一 第二 何等的宽广 你知道有的人爱人 并不宽广 你应该懂吗 就是我爱你 你只属于我 所以我要控制你 所以有一种爱 叫做控制的爱 但耶稣不是控制我们 耶稣宽广 昨天我们给圣康考木 考木 因为他要做牧师 当然在我们教会做长老 我们不需要考他 因为我们也给他有 对外有牧师的职份 这个地方教会的长老 如果是全职的 在外面有这个身份 可是有这个身份呢 我们为了要确定 他可以跟别的教会的牧师 是比较能够 不然人家会说 你有没有经过考试 我们昨天考试 你知道那个圣康吓到 讲不出话来 我们好几次那个考官 都比他更紧张 就心里想说 我怕你昏倒 后来我们说 请你出去 我们要讨论一下 你的结果的时候 他出去的时候 我就跟秋花说 你要不要跟出去 等下他昏倒了怎么办 因为他非常的紧张 他非常的紧张 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是我们爱他 可是我们要让他 把事情做好的同时 我们有没有要影响他 我们有没有要控制他 那我们也问他一个问题说 请问你对于上帝的公义 跟上帝的慈爱 怎么样的可以融合在一起 你知道吗 他连题目都听不清楚 为什么太紧张了 对吧 你们有没有太紧张的情况之下 你完全听不懂 我们慢慢解释 后来慢慢解释 因为上帝的公义 跟上帝的慈爱 要放在一起的时候 它其实是矛盾的 上帝既公义就不能慈爱 对不对 既慈爱就不能公义嘛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所以这个当中 怎么样reconcile这件事情 我们需要它能够答出来 可是我会告诉各位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 他就是那位最爱人的 而且他的爱加上宽广 有的时候我们爱就把它捏住 可是耶稣不是 所以我们要来 跟你们分享这一段 那约翰福音的第20章1到18节 就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 我们今天讲的是19到29节 对吗 我跳过一段 因为那一段 我们时间的因素 我就不讲那一段 好 那一段是讲到 耶稣第一个显现的对象 耶稣从死里复活 离开坟墓之后 第一个显现的对象 叫做玛利亚 但是不是他的母亲玛利亚 是一个叫做摩达拉的玛利亚 摩达拉这个地名 就是住在摩达拉的那个玛利亚 他曾经被鬼妇的时候 得到耶稣的拯救 他就跟随耶稣 他爱主耶稣 他并不管别人对他的眼光怎么样 也不怕别人笑他 那我们今天看这个 我们就觉得理所当然 可是如果你在一个环境 所有人都不做这件事情 只有你做这件事情 那你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对吗 你不容易的 因为所有人都不做 你做那你要很勇敢 他是一个极其感性爱主的人 我第一次发现 那时候我很年轻 我第一次发现 耶稣死里复活 显现的对象 是摩达拉的玛利亚的时候 我有一度不能接受 我觉得耶稣应该先向他妈妈显现 对吗 第一个基于亲情 第二个那天一起去的 是摩达拉的玛利亚 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但耶稣为什么不像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显现 却像摩达拉的玛利亚显现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这是我的不懂 一直到我弄清楚 第二段以后 就今天我要讲的 我才知道说 他这样做是有特别的原因的 因为摩达拉的玛利亚 是我们一般人当中的极端 他只有爱 他并不理性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他只有爱 他并不理性 他只要稍微有一点理性 他都不会做某些事 但他没有这样做 他是最极端的 一种对耶稣的表现 还好不是摩达拉的玛利亚 不然大家都要有关系才行 对吗 我们跟耶稣没有关系 可是我们在性格当中 我们在心灵里面 有些人就是很不理性的 他是极其感性的 摩达拉的玛利亚是这样 他不管别人的眼光 也不怕别人笑他 因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很合理 那是他的儿子 所以只要天一亮 就是已经过了安息日 他就跑去 这个很合理嘛 对不对 没有人跑去 就是摩达拉的玛利亚 跟他去了 他不管耶稣已经死了三天 已经臭了 他在星期天第一天的早上 他就跑到耶稣的坟墓去 看看耶稣有没有在那里 而且当他发现耶稣不见了 只剩下细麻布和果头巾 留在那里之后 摩达拉的玛利亚 还继续留在那边找耶稣 那合理的推论是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就比较理性 我儿子死了又不见了 那一定有些原因 对吧 死了又不见了 一定有原因 所以他就走了 那这个摩达拉的玛利亚 就留下来在那边找耶稣 最后当然耶稣向他显现 耶稣胜过死亡之后 第一个显现的对象是 摩达拉的玛利亚 证明耶稣接纳他 接纳他的爱 耶稣接纳他的情感 耶稣接纳他的感性 注意听到感性 当然了 后来就有很多人穿着附会说 因为摩达拉的玛利亚 是耶稣的外遇的对象 听听就好 不要生气 这种事情你都要生气的话 那我们信仰还有很多事情 你要更生气的 那奥运搞那个 恶搞那个 我告诉你 我看到我都不会怎么样 我都不生气 不是 你自己是一个三十几岁 经历过各样事情的人 你要跟一个两岁不懂事的孩子生气 你生什么气 你自己才隐身 你听得懂吗 是你自己不对 你干嘛跟他生气 你就让他弄 有一天 总会争相大白的 到那日 不用在地上争到一定赢 不要花那个力气 好好把自己弄好 如果你是个感性的人 我建议你要去读那一段 你就读那一段 如果你是个感性的人 你不是一个理性的人 你要去读那一段 就是玛利亚怎么样遇见耶稣 当然今天我们不看这一段 我们要看的第二段 我们要看的第二段 OK 怎么不会动 Hello OK 好 我们要看的第二段 是被约翰选为耶稣基督复活之后 第二个见证人 叫多玛 叫多玛 多玛是正好相反的另一个极端 摩大拉玛利亚的另外一个极端 叫做理性又多疑的人 一个是感性 我实在不好意思讲 因为我不是那种人 你知道吗 你怎么不分清红皂白 有点脑筋嘛 我们这样想 但是耶稣接受那个没有脑筋的人 对不起 可是耶稣可以接受另外一种人 理性到多疑到不可理喻的人 多玛是一个事实求是的门徒 耶稣为了解决 他的疑惑 兼顾他的信心 特别第二次向众门徒显现 其实这次他可以不要来 他特别为他来 就好像耶稣 特别第一个像 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一样 我觉得这个约翰实在是太了解 我们今天 或者历世历代的人 我问你们 我们从最感性到最理性 差距有多大 你不要说我们极左到极右 我们是不接受 你中间一点点差错 我们都不接受嘛 听得懂吗 今天早上我们长老们聚集 聚集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我们当中有一些 在言语上面 在一个群组里面言语上面的 一些小事 一些小事 一些小事的结果呢 我就说 那要不要就在这里谈 就红上长老就说 我们见面谈 就我们见面 其实我告诉你 这个事情小到不行 小到不行 可是我们为什么会 小到不行 会有一些差距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性格 有的人的性格是 速度很快 有的人性格是速度很慢 我问你 速度很快 跟速度很慢的人 能相处吗 你就这两个差距 你就受不了了 对不对 那你还不要说 价值观的不同 所以我们是很难的 但是感谢主 我们教会的同工 都是那种坐下来 把话讲完就好了 因为我们的意象 使命的第一条叫做 我跟你讲 当我们呈现真实的自己 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就会充满上帝的荣耀 进而活出上帝的荣耀 我们现在教会 已经慢慢这样了 至少我们同工 都已经变成这样的状态 所以当我们有一点差 就是说我们都不行 可是约翰福音 为什么选择一个 最感性到 到不知道怎么讲他的人 到最理性 是在令人抓狂想揍他的人 把他拉在第一个 拉在耶稣显现的对象呢 我自己的解释是 上帝要向我们显明 祂接受每一个人 不管你在哪里 不管你的心思意念在哪里 不管你的理性推理在哪里 耶稣要接纳我们所有的人 在这边我们要一同来看 就是这个胜过死亡的生命 就是耶稣 胜过死亡 对不对 他所显现的两个对象 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向所有门徒表示什么意思 他向玛利亚显现是什么意思 这个胜过死亡的生命 怎么样临到多吗 这个胜过死亡的生命 今天在我们当中到底产生什么作用 我们来读这段圣经 我读一节你读一节 我的前言都铺陈比较长的缘故是 我要把你们带到那个场景去 这样你才能够知道说 我们在干什么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 门徒所在的地方 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 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父怎样猜浅我 我也照样猜浅你们 你们赦免了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那些门徒就对他说 我们已经看见主了 多玛却说 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用指头探入那钉痕 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 我总不信 就对多玛说 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总要信 耶稣对他说 你应看见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信的就有福了 其实这是两次的 耶稣跟他们显现对吗 我要带你们一同去看那个场景 你可以在那个场景当中 看到你自己 你知道圣经最伟大的部分就是 当你把圣经解开来的时候 你竟然发现你就在里面 不然这个圣经 对我们今天就没有用 如果他只是讲一个历史的故事 如果他只是一个预言 我们就问他对我有什么意义 对不对 这已经不错了 可是当你把圣经打开来的时候 你就发现你就在里面 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 就是第二 主耶稣复活之后 到底带给我们什么呢 到底带给我们什么呢 我们今天这段的圣经 其实真正的主角是多玛 耶稣是为他来的 约翰选了这一段记载 是要帮助我们明白 主耶稣怎么样帮助多姨的多玛 主耶稣何等的爱他 但是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为要对照多玛那一天 就是八天之后 后来我们念的后面那一段 见到耶稣的状况 他就花时间记载了 十九节到二十三节 我们从这一段当中 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复活的显现 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 从这边我们要来看三件的事情 第一 到底主耶稣复活的显现 带给我们什么 带给我们什么 主耶稣复活的显现 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和喜乐 真正的平安和喜乐 根据约翰福音 这是一个耶稣基督第一次 向众门徒显现 第一次向众门徒 他前面个别的向一些人显现 可是这一次是一次性的 让所有人看到 就说我在这里 那你们都看到我了吗 这是耶稣第一次的 所以我们就回到刚才的经文 十九到二十节 我们来看那天晚上 预备 请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 门徒在地方 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 说了这话 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 门徒看见主 就喜乐了 如果我们问 主耶稣复活带给我们到底是什么 主耶稣复活带给我们到底是什么 今天早上 我起来了 今天早上要讲道 但是早上起来 我跟我太太一起祷告的时候 就是吃饭之前的祷告的时候 我就跟主说 主耶稣谢谢你 今天是纪念你复活的日子 我其实忘了今天有剥饼 因为我没有指定被剥饼 所以我就没有记在心上 可是我很高兴 我跟主说 主啊谢谢你 因为你从死里复活了 带给我们盼望 无论我现在多么差 多么烂 我都不能接受我自己 但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你就是那位复活的主 我们又主张 我们要一直烂在那个地方 可是如果我们以为 我们这么不好 神就不要我们了 你误会了 你误会了 如果你看看多玛 你就会知道说连多么这样的人 神都要 我们应该都在范围里面 今天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 以后我们就看到这个 说主耶稣复活到底带给我们 是什么呢 就是真正的平安和喜乐 我本来想写平安和喜乐 后来我觉得我要加上真正的 为什么 有别于行事的 有别于行事的 有没有行事的平安 有没有行事的喜乐 请问平安和喜乐 我们也常有 但是这里真正的平安和喜乐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来看 我们回到那天晚上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那个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 也就是摩达拉的玛利亚 已经发现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那一个晚上 也就是差不多就十几个小时以后 而且有一些门徒都个别的遇见耶稣了 大部分的门徒听到主耶稣复活了 因为会口耳相传 他们就想说 我们要聚集在一起再聊聊 因为有些人没有亲眼看见耶稣的复活 复活的耶稣 那一夜他们就聚集在一起 可能他们也没有想过那天 主耶稣就跟他们显现了 他们只是说 我们来大家来聊一聊 他们聚集在一起 一方面害怕 一方面高兴 一方面不相信 一方面又想见到 又想见到那些见到耶稣的人 跟他们聊一聊 圣经上说 耶稣在所在的地方 门徒在所在的地方 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 他们为什么怕犹太人呢 因为那是耶稣死后的第三天 那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一件事情 造成全城的混乱 为什么 因为那个木门 木门是用石头这样子滚上来 是圆形的 就滚过来 就把门封住了这样 你不可能把那个弄开的 而且外面还有站的冰冰 可是耶稣的尸体不见了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因为耶稣是被罗马的法律定死的 罗马的法律 罗马的法律代表着政治势力 耶稣是因叛乱罪被定在十字架上的 那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基督徒常常省略 所以我们就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我们都说耶稣是为我们的罪 被定在十字架上面 可是他在法律上是叛乱罪 是当时最重的叛乱凯撒的罪 罗马皇帝 所以定在十字架上 是个重罪 所以罗马人当然不可以 让耶稣这件事情造成混乱 因为是乱党 对吗 那对于犹太人来说 对于法利塞人 祭司 长老 文士来说 这个是一个违背我们信仰的 因为他妄称他是神的儿子 那这个是要被石头打死的 可是他们那个时候 不被赋予这么大的权柄 所以就交给罗马人 把他弄死了 这是一个乱党 这是一个邪教 所以他们的手脑既然死了 当然树倒福尊散 那这些门徒应该是散 可是门徒为什么再一次聚集呢 因为他们听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他们一方面害怕 他们就躲在里面 我相信一个一个进来的人 都是按照暗号进来的 你听得懂吗 不然要是有人混进来了 我们怎么办呢 那在门口放哨 三问四答才可以进来 当别人都在庆祝那个 自以为是上帝儿子的 自以为是弥赛亚的人 钉了十字架 我告诉你 犹太人那天晚上是很高兴的 因为终于弄死了 尤其法利赛人 这个来找我们麻烦的 那终于弄死他了 可是门徒却躲在这里 他们心里想的是 真的耶稣从死里复活吗 还是有些人想耶稣 想疯了看到了幻象 犹太人到处想抓他们 他们就躲在这里 因为他们怕被抓到之后 就被消失 被封口 然后人间蒸发 这是我们最近的流行语 对不对 看你们都好 又不看电视 又不看报纸 又不看light today 又不看这个 这个奇谋的新闻 但是也不用都看 里面都是有立场的 请放心 所以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我请问你 这个时候会不会有平安 我是问说门徒 会不会有平安 我搞这么久 你还没入戏 你真的是很 怎么可能有平安 我们不可能有平安的 他们在想我们怎么办 没想到门徒把门关了 而且是这么 这么苍蝇都飞不进来的情况之下 这没想到耶稣突然站在他们当中 对吗 你们不喜乐再念 十九 预备 请 那日就是七日第一日晚上 门徒所在的地方 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 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请问耶稣是不是从正门进来的 从屋顶下来的 从地底冒出来的 搞不清楚 但是耶稣突然出现了 对吗 这件事情并不奇怪 我告诉你 因为神要怎么样就要怎么样 所以你不用担心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 在教会历史上不仅有 现在仍然有 就在旧约时代有 新约时代也有 所以耶稣突然站在他们当中 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重点在这一句话 耶稣第一次见到众门徒所说的话是 这句话最重要 你要永远记得 愿你们平安 愿你们平安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耶稣复活之后 给我们最大的福分就是平安 愿你们平安 在当时 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说 Sharon 对不对 就是平安 平安 这是很平常的问候语 可是在那一天 这个平安的问候语 却显出无比的力量 对吗 你要知道有些事情 你不在乎 或者你 没有在困境的时候 那个话并不 就是平安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是真的有困难的时候 平安就变得很重要 对不对 我们中国人 或者说我们华人 最常见面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你吃饱了没有 我真的 真的 那我们到全世界各地去 全球华人见面的一句话都是 吃饱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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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奇怪 这个话很奇怪 怎么一定要问吃饱了没有呢 现在下午三点 你问我吃饱了没有 是问中午的 还是晚上的 还是一六八的呢 怎么都要问我吃饱了没有 可是我告诉各位 这句话听起来是没意思 对不对 可是我问你 如果你已经十天没有吃饱 你饿到不行 他问你吃饱了没有 这句话就很重要了 对吧 或者你几天没有吃饱 你刚刚吃饱 他问你说吃饱了没有 这句话也很重要 当在那天的状况之下 耶稣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 是因为当我们在平安当中的时候 从来不知道平安有多重要 当我们失去平安的时候 才真正感觉到平安的价值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跟秋华说 还是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跟秋华叔叔说 我身体好多了 秋华叔叔 你怎么会感觉你身体好多了呢 是因为我长期身体 有各样的问题 我早上起来 有一段时间我早上起来 我不能马上起床 我起来之后 我要先小心地站好之后 然后我要用这样 在我后面这两条背的 按摩了以后 我才可以开始有点活动 我长期蹲不下去 在教会讲这个事情怪怪 对不对 所以我很少洗我的脚底 因为我弯下去很辛苦 不要再看我了 我不是胖 这样讲也不够准确 不是胖而已 我就是弯下去 对我来说有点困难 我蹲的话 我会翻过去 就是因为我的肌肉 各方面都是不协调 那为什么呢 因为白天很紧张 晚上不放松 你身体就不好 所以当我跟秋华叔叔 我身体好起来 秋华 这种话别人听起来没什么 可是对我来说 不是这样的 我能够这样很自在地这样动 平安 你知道当你失去平安的时候 你是无法言语的 有一次我从美国中西部讲完道 那要回台湾了 就要从美国中西部 坐一个飞机坐到芝加哥 然后芝加哥 那个年代 做United都要再坐到日本东京 然后再转回来 那这是我平常的行程 就从美国的某一点 飞到芝加哥 然后芝加哥就 我就不要再坐到洛杉矶 或者是旧金山 Domestic的飞机都很难坐 你知道吗 一定要直接坐到日本 然后在日本回来 这样 那我们从那个小机长起飞的时候 已经迟了 已经迟了 然后机长就在飞机上 对我们保证 大部分人都能够 Catch到你自己的飞机 因为那个是一个大的Hub 所有的飞机都要从芝加哥起飞 那我们就 所以它飞得非常快 哇 那那个机长就跟我说 各位 我们赶的飞机赶的不错 可是那飞机飞得很快 你很少感觉飞机飞得很快 你听得懂吗 因为你怎么能感觉飞机飞得很快呢 可是那天就是飞机可以感觉飞得很快 因为那段路程不是很长 大概就是一个多两个小时的飞机 就是Midwest起飞 就到那边 很近啦 其实 因为就在上面而已 我就感觉飞机飞得很快 可是飞到上面之后 机长说 好 不好意思跟各位报告 我们现在排在第五十几号可以下飞机 你不太了解 如果你不常坐飞机 你知道吗 他们都知道自己是几号要下飞机 只是机长不告诉你 他说我们排在第五十几个顺位 他说所以我们现在就绕一圈 然后又绕一圈 可是有些飞机是可以比别人插队下飞机的 下机场的 你们懂吗 你们不懂吗 我认识一个人在那个做航管局的 他们就有些飞机 像International的飞机 它是可以提早下来 因为还要接很多飞机走 像我们那种其实里面也有很多 可是它是domestic 你听得懂吗 它是一个国内班机 其实我们里面百分之七八十的人 都要接飞机走的 可是那机长就要跟塔台联络 说可不可以先让我们下 我这里面有很多飞机 不然我们航空公司会损失很多钱 我们这里是个国际教会 你怎么搞得好像都不懂的样子 然后就一直转 一直转 一直转 你知道吗 可是因为空中都是飞机 你看排五十几的 因为那个Oheo机场有四个跑道 所以它飞机一飞起来 上面都是飞机 然后一直绕 一直绕 一直绕 然后机长说 对不起 如果我们在十分钟没有 我已经跟塔台联络了 我们的飞机快要没有油了 你不吓死我们 对吗 对不对 然后我不知道那个机长 为什么要这么诚实地告诉我们 所有的事情 然后他就说 所以我们还没有排到顺位下去 他说如果十分钟之内 他不再通知我们 我们可以的话 我们就要飞到别的机场去了 你觉得我们飞机上的人都说 安啊 放心啊 没问题的 我告诉你 每一个人都紧张得要死 然后呢 平常不讲话的跟隔壁也开始讲话了 对不对 因为要解除那个警察 说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哪里 然后就开始聊 因为这样可以缓和我们的情绪 我告诉你 我心上跳到不行 然后我就跟主说 主啊 我一定要赶上这班飞机 因为我每次的行程都是排得很满 现在年纪大了做不到 以前都是排得非常满 我最高纪录是在这个欧洲讲完道 然后去赶飞机赶到美国再讲道 当天 因为那个飞行时间就等于时差时间 所以下台还可以 下台还可以讲道 哇 压力大到不行 我记得那次压力非常大 大到后来就飞到别的地方 加完油了以后 他就说好 我们现在再飞回去 你知道吗 飞回去之后 所有人的international flight都飞走了吗 所有人就在芝加哥过夜 所有人都下来芝加哥过夜 所以那次航空公司大赔钱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 当你没有平安的时候 你怎么讲都没有用 我自己说服我自己 那次印象非常深刻 我一直告诉我自己说 有上帝啊 你怕什么 对不对 我跟我自己说 说上帝了解 我现在的困难 上帝掌管宇宙万有 我就一直对我自己说话 说飞机并不是因为 取决于塔台才能不能下降的 飞机也不是因为 飞机可以决定下降的 飞机可以下降是因为取决于 上帝当然是上帝 也不能因为取决于谁 可是即使这样讲都没有用 因为没有 平安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一次他们已经失去了平安 因为耶稣已经死了 而且经过两三天了 虽然有人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可是毕竟是少数人 而且是个别的对象 特别的看见 对这些门徒而言 他们没有平安 他们如果真的有平安 何必关起门来呢 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听得懂吗 大门打开让犹太人进来 不用怕 他敢进来试试看 但是当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并且为了让他们看见 就是手和肋旁 跟他说来摸摸看 来摸摸看 说我就是那位 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他复活了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 如果我们在失去平安之后 得回平安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的经验 如果让你上来做见证 今天就不用讲道了 对吗 中午提供了轻食也不够 还要去订晚餐 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失去平安 再得回来那是一个 是一个很特别的状况 可是这里讲到的是 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 虽然我们没有真正的经历 可是圣经上这样记载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问 我们的信仰带给我们最大的是什么 我知道很多教会追求顺利 谁不要顺利 对吗 幸福 要不要幸福 多子多孙 很多人没有得着 长寿不一定好 我告诉各位 真正这个信仰带给我们 就是平安跟喜乐 平安跟喜乐 而且是真正的平安 真正的平安 是因为我们有个复活的主 我自己主持追思礼拜的次数 是算是多的 我五十岁以前就主持过 一百多次追思礼拜 我是最愿意靠近尸体的 我是最愿意靠近尸体 家人都没有像我那么愿意 靠近尸体 是因为我知道 只有尸体不咬人 你听得懂吗 而且尸体已经不会再说我的坏话了 我宁愿离活着的家属远一点 靠近死人 你们觉得好笑是因为你们 不了解真实的状况 因为那个人死的是不会复活的 他不会再讲你的坏话了 他真的不会做别的事情了 当我们真正知道说 那个死亡已经结束他一切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死里复活的耶稣 所带给我们的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指望在乎他 而他死了又复活了 就带给我们所有真正的平安 那你要知道 经历过死亡的耶稣出来 带给我们的平安 不是有钱 我告诉你 有钱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 同意吗 我不要再举例了好不好 我知道你没有钱 所以你不会同意这句话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有钱并不带来真正的平安 也不是有名 有名带来的只是更多的恐惧 害怕失去你的名声 也不是有地位 越有地位的人越不安全 对不对 所以维稳一定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会失去地位 我们的平安是永远的平安 而且是一个外在环境好坏 都不能夺走我们内心笃定的平安 这种平安是直接带来 给我们的喜乐 我稍微讲一下喜乐 我们在地上短暂的年日 是可以有很多喜乐的 我请问各位 吃好东西喜乐不喜乐 真的 真的 特别是 我不鼓励吃米其林一二三星 因为太贵 可是跟它同等级的 有的在巷子里面的 是可以吃的 价格不贵 很好吃 吃的时候特别的喜乐 如果能够在西式的餐点里面 配上一点好酒 那就更喜乐了 吃喜乐 有钱喜乐不喜乐 快乐不快乐 你们没有人讲 教会缺钱 六十四万多吗 洪商长老 你有钱不快乐 为什么不给教会呢 你多放在那里 你不安嘛 对不对 拿到教会来 我们可以帮你处理 有钱当然是一种快乐 可是你知道 真正在 真正我们圣经上讲的快乐 真正圣经上讲的快乐是 我们的明被记在天上 听得懂吗 我们的明被记在天上 换句话说 当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有地方去的 我们有地方去的 我们这几天 我们过去十几天 因为办一个很大的活动 从有七个国家的 那个牧师的牧师到台湾来 那是我们办的活动 也是我们 ANS最支持的YWA的 办一个活动 我们住在一个非常好的 人家奉献的旅馆里面 他们不平等星级 但他们就是五星级 他们不平等 他们不受平的 就是五星级 因为有非常漂亮的游泳池 游泳池在游泳的时候 直接看着101游 我是没有去游了 因为工作太多了 很舒服 可是当结束了十天的聚会 回到我家 躺在我的床上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我家的床舒服 虽然那两个床垫 完全不一样 这样听得懂吗 他们那个床垫比我们好多了 你知道那些来的牧师 从各地来的牧师 跟我们说 从来没有睡过这么好的床垫 你滚来滚去都不会影响到隔壁那个人 可是你却不是睡在硬板床上面 这样听了有没有 这样还听不懂 你没有睡过好床垫 你怎么样滚都不会影响到隔壁的 可是你却觉得你睡的是软床 怎么有这种事呢 那就是五星级饭店的待遇 可是即便这样 当我离开那个地方 我回到我家 我一躺下来的时候 我说这就是我的地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要去哪里 如果你是真的知道你有地方去 我告诉你 你可以放心的活着 在那几天当中 竟然有一个牧师对我说 他说李长老 我可不可以看看你的家 这不是很礼貌 对不对 你也提出来 我要说yes or no 我如果说yes 如果我家里是乱七八糟的 像垃圾堆一样 那我如果说no 我是不是 所以你陷我于困境 对不对 后来我就跟他们说 因为他们都是牧师 他们都是牧师 你知道牧师有一个麻烦就是 牧师的薪水都很低 除了在ANS以外 我们给圣康的 还可以吧 你看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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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给传道人是应该的 因为我自己做传道人 我告诉你 就是我们有一个贫穷的心 就是我们做教会的工作 我们是服侍神 所以教会给我多少都没关系 我这样做了几十年 你知道我在临生南路 退休的时候 我们那个攻击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跟我说 李长老 这二十几年来 我们最亏欠的就是你 因为你的薪水不高 比我后来的薪水都比我高 怎么可以这样呢 因为他们是按照物价给的 那我因为fix在那个地方了 所以每一年只有增加1% 2% 按照政府的规定 所以他们进来的时候 按照当时的物价 所以 不要说我的秘书的薪水比我高 后来传道了很多薪水也比我高 那我们就觉得 我没有怪气 上帝的恩典就是这样 那天他这样讲的时候 我就心里想说 这样 后来我就说好吧 谁要去 你知道有四五对牧师要去看我家 后来我就说好 我带他们去看 我告诉各位 我们六十 我六十 我已经有敬劳卡了 对不对 还不错吧 敬劳卡不错 现在八月份又来了 钱又进来了 我可以去刷那个公车 捷运 还有计程车 可以有大折 我带他们进去看的时候 因为这些都是大教会的牧师 但是东南亚的 他们的利益不错 可是他们拿到的薪水非常少 他们退休也未必有退休金 他们进来我的家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介绍 这是怎么样 我告诉你 我们家大部分的东西 都是别人奉献的 请不要再奉献给我了 谢谢 不要再奉献 因为没有第一 这个 你们奉献给我的东西 我不知道需不需要 如果你说李长老 我这里无限制供应你 你要什么 你告诉我 我会去找你的 但是你不要送我一些东西 可能我不要的 那我就跟他们讲 后来他们说 哇 真好 对 我这一辈子没有买房子 以外 因为我跟那些传道人说 我告诉你们 我52岁从临南 没有再领薪水 我从52岁从临南 没有再领薪水 到现在我没有领固定的薪水 我们教会我不领 YWA我不领 欧华我不领 我全部不领固定的薪水 而我退休的时候 我52岁退休的时候 我的孩子都还在读书 两个孩子都还在读书 我那个时候全部的家当 全部的家当 换成钱 一共是 10万美金 多还少 300万嘛 多还少 我告诉你 我的同学没有一个比我少的 没有一个 52岁的时候 而且我还跟我太太同班 一人还分一半 你听得懂吗 有哪一个台大法律系毕业的 法律研究所毕业的 到52岁 兢兢业业 一个人 所有的财产加起来 150万新台币 不是美金 可是我跟他们讲 我说你们好好的服侍 都比我年轻 我说你们好好的服侍 神为我们这些 祂的仆人所预备的 老了就是住这种好房子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这叫真正的平安跟喜乐 因为不是你拥有什么 而是你拥有东西 你享受不享受 你能够都笃定 因此 主耶稣复活显现的 第一件事情 是带给我们真正的 平安跟喜乐 第二 主耶稣第二件事情 带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无条件的爱与接纳 我更喜欢这一个的缘故是 是因为主耶稣是 个别跟我们在一起 是个别的 让我们跟祂能够在一起 我们来读24到29节 那我一节你们一节 那十二个门徒中 有称为低徒马的多马 耶稣来的时候 祂没有和他们同在 那些门徒就和他说 我们已经看见主了 多马就说 我可以看见他手上的平衡 用指头看入那平衡 又用手看入他的乐堂 我总熟悉 过了八日 门徒又在屋里 多马也和他们同在 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说 愿你们平安 多马说 我的主 我的神 主耶稣复活之后 显现带给我们什么呢 从这一段 我们看见主耶稣复活之后的显现 带给我们的是无条件的爱和接纳 无条件的爱和接纳 约翰选择记载这一件事情 就是多马这件事情 其实是一个全面性的表达 他要表明主耶稣复活 显现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我告诉各位 多马是圣经记载非常少的使徒 他的记录是非常少 准确地说 马太 马可 路加 使徒行传 这四卷书 这四卷书 都只有记载十二使徒的名字 其中有个叫多马的 换句话说 这四本书 史基毫无记载 只有约翰把它记载出来了 那约翰把它记载出来之后 让我们认识多马是个怎么样的人 我告诉各位多马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如果我们能够仔细想清楚 就这一段时间 他的表现跟主耶稣怎么样接纳他 你知道我读完这段之后 我相信全世界没有一个人 主耶稣不能接纳 如果多马他接纳的话 主耶稣没有不能接纳的人 你知道这段话给我最大的改变是 给我最大的改变是 你知道 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 不要怀疑就是你 你都觉得你不聪明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我不相信有人觉得我自己很不聪明 我不相信 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 是很难接纳别人的 听得懂吗 你能接纳多少人 你有办法这么宽广吗 我们总对别人有意见 不是这个意见就是那个意见 速度太快了 你急得要去死 对不对 那速度比我们慢的 你慢得要死 所以别人都该死 你知道吗 对吗 你急得要死 你慢得要死 你知道 如果你知道多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你很难接受他 多马是一个理性实际 眼见为信的人 在主耶稣复活的第一个晚上 我们不知道多马为什么没有来 其他人都来了 就多马没有来 第一个晚上多马没有来 那很合理的推断就是他怎么样 他不信嘛 对啊 他不要相信 他不用查证 因为耶稣不会可能复活的 而且复活了跟你们谈也没有用 因为你们这边都是脑筋不清楚 毫无理性的人 我跟你谈什么谈 所以他没有来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呢 但等到他和门徒见面的时候 后来那天晚上以后 那门徒就跟他说了 就说说 我们见到复活的耶稣了 我们都见到了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他说 好 二十五节 那些门徒对他说 二十四节 较为低徒马的多马 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没有跟他们同在 那些门徒就对他说 我们已经看见主了 就第二天 后来以后 多马却说 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用指头探入那钉痕 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 我总不信 我很少看人讲话这么斩钉截铁的 对不起了 很多人都是这样 我们来看看多马 多马是个怎么样的情况 多马是很早就跟随主耶稣 他是十二个门徒里面的 耶稣的讲道他都听 耶稣跟他在一起有三年半的时间 耶稣怎么样的爱人 耶稣怎么样面对逼迫他的人 耶稣怎么样的怜悯 耶稣怎么样的行神机 耶稣怎么样最后上十字架 他都在场 你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他对耶稣不能说不认识 可是 耶稣也告诉他们说 我会复活 等到门徒跟他说 耶稣复活的时候 他不相信耶稣会复活 同意吗 这叫对主的不信 对主的不信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这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 你是很难去跟上他的脚步的 那最大的麻烦是 耶稣多马并不是跟耶稣 有个人的关系 他跟十几个门徒有一些妇女 他们在一起三年多 我告诉你 你不用在一起三年多 我们这样偶尔弄一弄 我也知道Brian是怎么样的人 他常常被Sarah欺负 没有 我没有讲是你讲的 回去怎么样 我是可以做心灵治疗的人 可以来找我 你不要说 他跟那些人在一起三年半 三年半 他跟那些人在一起三年半 这些门徒生死与共 外在的逼迫很强的时候 他们结合在一起 他们一起完成耶稣 给他们很多的使命 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多马也去了 他们看到鬼被赶出去 他们看到很多的事情 最主要的事情是 这些人是他的朋友 最亲爱的同工 十个人都说他们见到了主耶稣 十个人都说 还有包括那些妇女们 可是我告诉你 他竟然说什么呢 我非见到 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用指头探入那钉痕 用右手探入他的钉痕 我总不信 以一敌众 而且他是八天 你知道耶稣第一次出现 对不对 又过了一天对吗 他们就去找他 说我们看见了 你知道你觉得多马在这几天当中 他会不会去求证会不会 他一定问彼得 彼得 你说啊 你看到耶稣 你当时站在哪个角度 你怎么看到耶稣的 然后就问他说 你手有没有探进去 如果彼得或其他门 说我手探进去了 他说那您探的不深 你探到多深 你在听我这样讲话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起某些人 就是别人讲话都不做准 只有我最准 他如果说 耶稣叫我探了 可是我没探 我看到他就信了 我干嘛探 他说你看 就是不事实求是 有些人的理性到一个地步 你简直没办法跟他讲话 我告诉你 我周遭很多这样子的人 包括我自己以前在内 令人讨厌 只有他对 只有他有道理 只有他自己的经验 只有他自己的理性 只有他自己的推理 只有他自己的分析 我现在在全球带 两百多个牧者 都是牧师 有时候你碰到有些牧师 你简直不可理喻 你简直不相信他是这种人 后来你就知道 并不奇怪 因为他永远的教会就这么小 你听得懂吗 因为他就跟人合不来 他就会 人就一直走 跟他在一起 又走就一直 那奇怪 那心胸宽大的人 教会就稍微大一点 你有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 我告诉各位 你很少找到像多玛这样的人 他不仅伤害耶稣的神性 也伤害了同工 同才的友谊 他的意思是说 只有我才是对的 只有我才是准的 你们任何人跟我讲 你们所有人加起来 都没有我一个人大 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我问你 你是不是这种人 多数人 对于朋友是这样子 不是敌人就是朋友 多数人是这样 对不对 有没有少数人 不是朋友就是敌人 有没有众人 有 有没有人是 不是好朋友 就一定是可怕的敌人 更有 因为唯我独尊 我想多玛正是这样的人 他在这个最后的关头 其他人的感官 其他人的经验通通推翻掉 他不给基督面子 也不给其他基督徒面子 我希望我们有一天 能够离开这样的光景 但是我要讲的事情是 即便你还没离开 耶稣仍然接纳你 因为当那一天 耶稣第二次显现的时候 他就跟多玛说 你过来 你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肋旁 我告诉各位 我经过花很多的时间 了解这段经文 我会认为 我会认为 耶稣不是吐槽他 不是 耶稣是接纳他 因为他需要这个东西 他需要这个东西 他需要耶稣 因为你需要 我愿意让你经历 耶稣来了一次 所有门徒都在 是多玛自己不在的 可是耶稣为了 为了让多玛能够也在 他见到多玛的时候 他不是跟多玛说 好小子 那一次我们去让 拉撒路复活的时候 你是不是说跟我去会死 你死了没有 没有 可是那个死人 拉撒路复活了 拉撒路还死了四天 我两天多就活过来了 你竟然不相信我 如果我是耶稣 我一定很生气 因为那天拉撒路复活的时候 多玛就说 耶稣要去 我们跟他一起去死吧 后来多玛没死 你听得懂吗 耶稣也没死 可是拉撒路复活了 如果我的话 我一定记旧仇 记仇很容易 因为是忘不掉 不是记住的 Am I right? 记仇很容易 因为你不是记得 你是忘不掉 耶稣不记得 耶稣叫他过来 就跟他说 探探探我的手 我觉得耶稣是跟他说 我知道你要的是什么 我给你 我给你 你跟随我 我给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这位耶稣 跟我们从外面听来的 其实有相当的差距 从这一段圣经 我们看到 耶稣没有要责怪他 他知道多玛是非常认真的 虽然认真到不可思议 不可理喻 可是他要让多玛有 真正的证据 一个不信任别人 只相信自己的人 耶稣仍然爱他 主耶稣对他的爱 是无条件的 对他的接纳是无条件的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多玛 你知道相传 教会历史当中 多玛 走到当时 可以走最远的地方 后来神 耶稣把五行节之后 把圣灵赐下 对不对 这些门徒就分散到各地 去传福音了 多玛最后 相传是死在印度 多远啊 不是坐飞机 是走过去 一路走走走 谁走谁传 传到印度 相传印度 就是多玛把福音带进去的 换句话说 神接纳我们 神接纳我们每一个人 我自己因为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我是一个这样的人 所以当我后来发现 耶稣这样接纳我的时候 我就知道说 我可以接纳那些 这么不讲理的人 因为我年纪也稍微大了 看到年轻三十几岁 四十几岁 五十几岁 我真的很想巴头 你听得懂吗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都搞不懂 而且我还教你 教了这么多年 可是后来我就发觉说 那为什么耶稣就能够这样做呢 因为耶稣 祂要无条件的爱与接纳 可以帮我往前弄吗 这个好像没有电了 OK 好 无条件的爱与接纳 如果你经历过一件事情 你就会知道这件事情的何等重要 而且在过程当中 我们总是会有难处的 我这十多年来 对于很多种人有负担 其中对一种叫做忧郁症 我最近同时还在帮好几个 有忧郁症的人 因为我知道怎么帮他们 当然如果有别人帮是最好 但是有的人是别人帮不了 我就帮 我现在同时手上还要好几个 有忧郁症的人 我为什么帮他们呢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得过 我得过的时候 我知道怎么跟他说话 因为当我在忧郁症期间 别人跟我讲很多安慰的话都没有用 他不需要对我说话 他只要说 Stay where you are 上帝接纳你就够了 因为你要等我 我出不来 你以为我们这些忧郁症的人 都是死皮带脸的赖在那边 就不起来 你们就要来拉我吧 不是 我如果能起来 我干嘛 赖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常常告诉那些 有忧郁症的人说没关系 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上帝有一天等到你 因为这是个过程 当然我们心里面 有一些东西要解开 要解开 有一些我们对神的误认 我们对人的误判 我们对事情的不了解 会让我们一直陷在里面 可是那些东西需要时间 我们需要消化 旁边的人需要帮助我们 需要鼓励我们 需要陪伴我们 然后等那个问题一解开 我们就出来了 那当然出来之后 还有很长的时间 我自己是忧郁中出来之后 又过了七八年 我才全部稳定 因为随时都有感觉 要回去的感觉 可是这就是一个过程 当我们的生命 成长起来之后 我们就走出来 我们就走出来 我为什么举忧郁症 是因为很多的病 我们无可奈何 忧郁症更无可奈何 因为它不知道在哪里 它不知道在哪里 你所有人当中 你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那我这样讲 是因为多玛的这个理性 怎么养成的 我们也不知道 哪里有这么无聊 无知 无赖的人呢 就你对全世界人都错 但就有这种人 那这种人跟忧郁症 有什么差别 你听得懂吗 我们告诉所有的人 我现在在告诉有一个人 他准备离职 我就跟他说离职 你有什么好处 理性上分析 离职完全没有好处 不能解决问题 可是他就要离职 后来我就跟他说 OK 你再考虑一下 如果你要离职就离职 其实他离职之后 他的问题是更大 对不对 可是你不能跟他讲 不要离职 因为你跟他讲不要离职 他就在这边陷进去 出不来 所以我只有说 好 我说你放心 如果你离职 我们怎么怎么办 然后我说 那你有没有一点点考虑 是这样会比那样好 然后他就说 他想要好多的负面东西 我说OK 那没关系 那就Stay where you are 就这样停着 你对于多玛 你能怎么样 不相信耶稣 三年半跟着耶稣 看到所有的事情 不相信 不相信朋友 他就是坚持这样 耶稣接纳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希望今天 你可以接纳你身边的 那个你不能接纳的人 OK 我知道很难 如果能接纳 早就接纳了 对不对 但是maybe今天是一个机会 因为耶稣接纳 我们所有的人 无条件的爱与接纳 你知道我忧郁症的时候 对我最有帮助的 那个人 是他有时候会来问我说 李哥吃不吃饭 我说不吃 他说出去吃吧 我不吃 去吧 我不想见人 就我跟你啊 然后吃什么 我不知道 你想吃什么 我不想吃 他就带我去吃 就带到很隐秘的地方吃 他一句话也没有劝我 不说话 就陪我吃饭 我说你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吗 没有 然后他问我说 你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吗 我说我说不出来 他说那我们就吃饭吧 陪伴 后来我好了 好了以后就好了 那这个过程 有的时候我们对待一个人 我们期望他一直改变 不 我们都不改变 你要期望别人一直改变 对吗 可是耶稣 接纳 像 多马这样的人 盼望我们也接纳我们身边 绝大多数的人 因为耶稣爱他 耶稣也爱我们 盼望 耶稣复活显现 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和喜乐 耶稣 复后的显现 带给我们无条件的接纳与爱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求你自己帮助我们 你自己与我们同在 你自己带领我们 盼望今天这一段 约翰所选择记载的经文 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 真正的 让我们得到好处 我们真知道很难 因为我们不知道 要怎么样讲多马这个人 可是我们也不知道 怎么样要讲我们自己这个人 我们相信多马是真的 因为他就真的这样表现了 我们也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也说我是真的 我又没有要那样 求祢让我们一个宽广的心 也知道我们旁边的人 也是这样 他并不是故意的 他就是这样的人 甚至他是在软弱 在疾病 在痛苦 在漩涡里面 主要求祢让我们做出该做的动作 求祢听我们的祷告 等一下我们一起用餐 求主让我们有非常美好的交通 我们分散的脚步 求祢赐福愿主 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 安慰鼓励 与我们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在全世界各地的家人 和神在普世的宗教会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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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